近日,微博被一波素人和明星的合照刷屏了,很多网友直言对比太残忍了,素人就是指的普通人,笔者认为广大读者们不必过于追究明星,处不属于普通人这个问题,明星之所以能成为明星不是没有理由的。 很多合照里面明星的气质一下就出来了,在那么多人中一眼就能看到她,她最令人感慨的是范冰冰,尽管隔着一道玻璃门,抓拍出来的画面不是很清晰,依然能感受到一种鹤立鸡群的气场,这脸型和精致的五官,简直跟周围的一圈人不是一个误动啊,这能看出来她已经是年近四十的女人吗? 小绵羊张艺兴瓜子脸已经白到发光,跟周围的人一笔脸足足小了两圈,很多人觉得旁边的保安大哥长得更有男人为一点,一男的长那么白能干什么? 但是如果在现实中遇到这么一群人,最惹脸的还是张艺兴这种小鲜肉吧,性情甜淡的刘诗诗,在娱乐圈里并不属于那种长相很惊艳的女性,她的脸型却是最好的,站在一群素人中间,真的是精致太多了, 虽然这衣服并不怎么衬她,但是优雅的身姿与站位,更比周边的路人显得亭亭欲立,超凡脱足,一米八十七的吴亦凡,尽管演技饱受吐槽,但是谁都无法否认,她的颜值和身材都太出挑了,和一群人站在一起,肩膀都比人家的头高出一截,这身材比例,简直和漫画里的人一样啊,当看背影猜这是谁,纤细苗条,又高又瘦, 人以为是唐人,错了,这是杨幂,一张别人抓拍的照片,背影真是太美了,六白肉系的筷子腿,真是现杀旁人,杨幂的好身材是众所周知,都说杨幂仪太不好,但是一张抓拍的背影照,已经秒杀路人了有没有,有对比才有伤害,一米八几大块头的黄紫涛脸,比女孩子还要小, 这样的比例在现实中可能会有点奇怪,但是场景真的会很好看,杨幂的长相真的无可挑剔了,笔者拿着这张图,问很多人里面谁最帅,无一例外都选了杨幺,真是真正帅的人再怎么藏在角落里,也能被一眼发现,这个侧脸真是绝了, 甚至有一众公司在开年会,员工在巴拉巴拉数值,而霸道总裁在旁边听着的感觉,明星也出自普通人,尽管很多人会反驳他们都是被包装出来的,但是笔者认为,在如今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,作为艺人如果本身没有出众的外形,是很难脱颖而出的,而很多小鲜肉之所以能这么活,也是因为他们迎合了很多粉丝们的审美, 毕竟现在已经进入粉丝经济的时代了